讲到景气的问题 就要带你来看看 今天全台的好事多了 今天这个排队人潮 大家可能不太相信 景气有在退烧吗 因为我们前几天呢 新观点就有先带大家厂先看 美式卖场好事多 就要跟进美国来过感恩节 而且推出了限时三天的 破盘大特价 就从今天开始起跑 但是真的有这么划算吗 还是只是在帮他们来清库存呢 因为民众就听到了 破盘还有限时特卖 真的就会受不了 尤其这一次好事多 又是首度举办这样的活动 而且还神秘兮兮的 打死都不讲 什么商品会做特价 也让许多的民众在今天 漏夜排队想要一探就近 而到底要抢什么好康呢 就在民众今天逛完之后 就发文跟大家分享 就带你来看到 今天在好事多的 黑色星期五正式开场 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截图在今天 内湖店的好事多的排队人潮 从早上九点就开店了 那尤其是有非常多的人 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进场排队 那其中可以观察到 从今天开始有三天 都吹出了破盘的超低价 各分店都提早到九点正式来开门 甚至有网友就说 他五点多就到了 还有人七点就来排队了 就是想要抢在第一位 那进场来买好康 那今天可以观察到有网友就马上买到好康 就在网路上分享了 有哪些好康呢 是今天人气最夯的 第一个就是夏普电视 买一还送一 尤其是六十寸 买六十寸就送四十五寸 总价只要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元 另外其次就是生活方面 像是扇摩斯的不锈钢炒锅呢 也只要两千七百九十九元 也比原价还省下一千元之多 再来就是这个威刚的行动电源了 在这里呢 直接对半砍 原本价格要达到七百五十块钱 现在两入呢 只要三百九十九块 直接省下三百五十元 再来婆婆妈妈喜欢的食品方面 在美国的五股牛小排 也是每公斤省下了一百五十块钱 所以有非常多的店家 在今天的分店呢 有不少的商品在开店不到半小时 就纷纷的呈现抢光了 所以其实可以观察到 在今天呢 在各家的好事多的店面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商品都非常行 其他还有像是吸尘器啊 保鲜盒等等 听说都是超划算 只有民众推举CP值最高 必买的就是行动电源还有鲑鱼 不知道你有心动了吗 但是其实不好意思 就算特卖日还有明后两天 有可能您有钱也买不到哦 不过现在也要冷静 大家来想一想 真的有这么的优惠 有必要让大家抢得头破血流吗 其实在事后访问到很多的民众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是进去逛一逛以后 两手空空就走出来 直呼是失望透顶 浪费时间在排队了 为什么呢 其实看到是不是真的想要 就等于需要呢 今天可以看到在于好事多方面呢 他们就提到了 就是因为太过热卖了 所以他们的企划部副总经理就提到了 今天所有东西可能都会卖光 所以明天开始恐怕就没有促销商品了 所以如果还要抢促销商品的民众 可要留意到不要扑空了 再来呢就是看到了 有很多的民众都感到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想要抢便宜 就是在于一些3C商品上面 像是苹果啊 或者是一些笔电 竟然都没有优惠 所以让他们很失望 那有很多人 就算有优惠的地方 也是抢不到的 再者可以观察到 在下手之前 邀请观众朋友 如果到现场的人 也似乎要先想清楚了 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优惠品 虽然看起来很优惠 但是实际上 我们并不会用得到它 或者是有些人 网友更直言说 感觉很像是好事多 在这里轻库存而已 这是今天的消费话题 提供您参考 都没货了 这么快 对 都没货了 你们是出几台 我们这边有十几台 想买特价电视 布置桃园店铺了空 特价那台电视 在前面都卖完了 卖湖店同样开店没多久 就全部被掏空 没事卖场跟进美国的黑色购物节 买60寸夏普电视 再送45寸电视 只要38000多 买家庭剧院组 还送价值7699元的蓝牙耳机 原价3000多元的雷鹏眼镜 也直接打对折 但有民众买了电视 却秒买 秒后悔 秒刷退 因为网路上搜寻同型号 网购最低价 喊到29999元 家里如果只需要一台 算一算根本是买贵了 骗人的系统 我原先想买的这个桌子 它都没有打折 商品也比较少 那其实电视的话 只有两个选择而已 也不能说被骗啦 就失望这样 还买了后奶茶 后奶茶有便宜吗 没有便宜啊 另外像是民众期待的iPad 又会折扣不到2000元 婆妈最爱的炒锅 只微幅折扣1000 20公升微波炉 也只便宜700元 优惠幅度小 网友留言大酸 根本是把台湾人当潘纳 这好像只是在清库存 请特搜来的炒原望 美食卖场首次寄出特卖 消费者一窝蜂 人潮更是远远超乎业者预期 备货不够 让原定的三天特价 缩短改为一天 活动提早结束 只是想买的价格到底划不划算 恐怕真的见仁见智 活动发导人